剛剛講的是關於省時方面 但是現在我們要聊到的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媽媽啊 因為此家那個錢是花在刀口上面 是 對 對 怎麼樣 又不是像那種 可以隨時看那種朋友 對啊 幾千塊 都市費了 對 幾千塊是我們一個月的 你知道我市費 你知道嗎 這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花大錢 我們可以省點錢的 講到這個 其實大家都想說 皮膚科每次來 等很久 然後看很快 拿藥膏 我們就遇過一個病人 他是乾癇的病人 那他每次來 其實病情相對算穩定 所以他會拿到一些 還是會用到一些類固醇 跟一些維他命D的藥膏 那現在病人都很聰明 上面是不是都有寫名稱 對 台灣其實沒什麼管制 這點我們要替皮膚科平反一下 在國外你要買到 第二級以上 強一點的類固醇 要醫師處方 就他們只買到最弱 嬰兒等級的 但在台灣我告訴你 你可以買到最低的 對 那這個病人他想說 我每次來醫院等那麼久 然後他部分負擔再加上什麼藥 加一加好貴 他就很高興拿那個藥膏 上面有名稱叫XXX 他就去藥局說 我要買這個藥 然後那個藥師跟他講多少錢 然後他臉暈倒 因為其實更貴 他自己可能來看 大概就是付個六七百 但那個像一些維他命D的藥膏 或是加加減減 有時候要兩三千塊 所以其實是滿貴的 那甚至是我自己 也有一個病人很好笑 他是來看皮膚病 看濕疹 然後可能就是我們給他藥膏 那你知道外面診所 我們現在會貼起來嘛 他們很聰明 然後就把他撕掉 那這個病人他剛好 又泡疹又撕疹 然後一堆皮膚病又傷口 真的有的病人坐下來 差不多六七個祖宿 那他就是帶著這六七個祖宿 以為很聰明的跑去藥局 幫他算一算 所以其實有時候不要以為說 小聰明以為我這樣賺到了 那結果你去買一個不適合的 不是那麼適合你自己 而且甚至花更多錢 對 也是有時候就是感冒 你就覺得這種感冒 好像不用去看那些門診 因為真的要等好久 所以想說那就去藥局好了 結果出來五百塊 然後他全部 他幫你藥弄好之後 五百塊 不好意思說我不要了 他去醫院只要兩百就好了 還花了三百 而且沒有很有效 不過在醫院裡面 有花費怎麼樣最節省 很多時候大家就是像 有糖尿病 我們就有病人 有糖尿病又有骨質疏瘡症 那他就會想說 醫師就告訴他說 糖尿病很容易眼睛會病變 很容易神經會出問題 然後聽完診所這個建議之後 他就想說他來就直接說 他是不是要做健康檢查 他想要做神經檢查 想要做一些 一些腳的感覺的一些問題 確定眼睛 可是其實現在目前來講 健保都有這相關的方案 他叫做一些 就是針對一些特殊疾病 他有提供完整的一些評估 像是 甚至還有營養師給你諮詢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也越來越了解 很多疾病是生活改變 比那個吃藥還要更有用 所以花點經費來餵教 來教導病人怎麼吃才最重要 所以現在健保有辦了很多 很多這樣的方案 像我們自己醫院的部分 又有做了一個是 就是你來就會幫你做一個 完整評估 包含你的肌肉的力量 握力 行走的速度 肌肉耐膩 跟肌肉的量有多少 這些都是直接 直接完整會病人評估 那就過來一次後 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那這些東西 醫院有很多這樣的方案 大家可以上健保署網站 上面都有在寫 有哪個醫院提供什麼樣的方案 像是 腎臟病照顧方案 還是 糖尿病方案 還是 慢性肺病方案 這些東西都可以讓自己 照顧自己才是最完整的 那當然 國家還有很多額外的 像是國民健康署 一些癌症篩檢 像是 口腔癌 子宮頸癌 那也舉例來說 像我們也很常 跟外面的基金會 像肝病基金會 就辦那個 B 吸肝篩檢 那其實這種東西 大家要最注意的事情是 就大家仔細去聽說 各位鄉親 大家好 今晚什麼什麼單位 還有像…的學生 今天辦理 什麼健康檢查 大家會記得幾點到幾點來這裡 會記得帶健保卡之類的 聽到這個的時候 每年一到二月 我們順便宣導這個部分 幾乎 就一些健康檢查 跟一些癌症的一些篩檢 其實都會到社區 去為大家提供這樣的服務 善用這些服務 可以省下一些 健康檢查的一些費用 我家先都有提供 之前不是那種五十歲 可以譬如說免費健康檢查 什麼什麼東西嗎 對 然後有一天 我們就在電梯裡頭看到 然後我老公就哭了 他說 因為他滿五十歲的 也是覺得很心酸 他有去的子宮頸篩檢查 我也是說 我們政府真的 其實很照顧大家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不用錢就沒錢啦 認為說 一定要吃那個有錢的 才會有效 認為說健保的藥 可能比較差一點 要自費買那很昂貴的藥 才有效 對啊 不過大部分的病 健保藥現在已經不錯了 像我前一陣子 剛好遇到有一個 五十幾歲的貴婦 她來看那個 慢性膝型肝炎 希望說能夠把這個膝肝治好 那我就跟她檢查一下 就發現說 她血液裡面的病毒量 不會說很高 那她的這個 膝型肝炎的基因型 是低型的 低型就是 我講的 就是說 她是比較容易治療的 你用健保的藥也好 或用那個自費 一百萬的藥也好 自費要一百萬 三個月 膝型肝炎的藥 三個藥一百萬 自費的 問題可以真的有效嗎 有效 她每天吃一顆藥 然後三個月 沒什麼副作用 治癒率 百分之九十七 所以膝肝可以吃得好 那一般健保的藥 可以這樣子嗎 低型的 健保的藥 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如果 她西行肝一共分六型 第二型 第三型 第四型 第五型 第六型的話 那健保 在那個時候的藥 就比較不行 就一定要吃到比較好的藥 那種上百萬的這種藥 那因為她那個時候 是第一型的嘛 所以我就跟她講 你這個 就用這健保的就可以 我說 她就那時候很堅持 就是說 我朋友都是吃那個一百萬 我也要吃那一個 她的三個月沒錢最多而已 其實你可以一樣 就是拿健保藥給她 然後跟她收一百萬 她健保局就來找我了 我可不可以 剛剛好想你沒有當醫師喔 沒有想到這麼少 因為我就花了很多時間 讓她做溝通 後來她勉為其難 就同意了 就是說 先吃三個月健保的藥 如果治好了就OK 如果治不好再吃自費的 一百萬的 對 三個月以後給她驗起來 西行肝源病毒就沒有了 那再隔 停藥以後三個月再驗一次 還是沒有 就真的治癒了 OK了 她那時候很感謝我說 我幫她省了一百萬 她也才開始相信 健保的藥 是有效的 這一點我就可以幫 許醫師驗 為什麼呢 因為像剛剛她講的 不管是本來一百萬 還是怎麼樣 像在二零一九年之後 全部健保都會復來 真的還假的 全部 所以你看就是 那如果你覺得健保藥沒效 那明年一開始不就 所有的藥都沒效好不好 對 所以我們兒科最可憐的 我們兒科 每次那個有錢太太說 黃醫師沒有關係 不用問我們家經濟狀況 盡量開最好的藥 自費都沒關係 我想半天 我沒有自費藥推給你 所有藥都健保 好誇張 不像他們游這個 什麼東西什麼導管什麼 什麼都沒有 全部都健保 建宿塔 我們媽要建宿塔 建宿塔 對 但是我覺得 所以除了在藥上面 真的可以不用執著說 特別貴的藥一定特別好 因為適合你的藥就是好藥 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呢 有時候真的很想看某大醫生 你有一些省錢之道 比如說你知道現在我們有時候 會推那種所謂的 加一群或什麼的 然後他們會有一些 系統性的 就是你就是我們的台大群 你就是我們什麼群 那像以前比如說台大 台南醫院的醫師 你會覺得他的號碼 真的超難逛 對 你知道那很可憐 就算你會網路對不對 對 它那個跟 五月天的門票一樣難逛 超難的 秒殺的 它就秒殺 它就一開始一開 然後你一手按 對 斷線 然後再看 沒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蠻 他就覺得在那邊又難掛 然後又比較貴 因為醫學中心 你直接去掛號費就比較貴 而且真的最後掛掛 人都掛了 還掛了 像我上不來 你好不容易掛上說 你這個禮拜怎麼沒來 愛酒過去啊 而且掛上的時候 因為太高興 然後心機梗塞 然後他們又幹嘛 好可怕喔 可是你會發現他們 比如說他們就會有一些 他們合作的診所 像遠東的聯合診所或什麼 這些大教授也會在那邊開診 那因為它是診所 然後呢 第一 掛號費比較便宜 因為它就是金屬 它就沒有部分 譬如醫學中心的部分負擔 是 第二個相對 有時候知道的比較少意思 比較好掛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去查說 那些大醫師 他們有時候要在很多地方看診 所以有哪 有些地方可以比較好掛號 有些地方比較便宜 我覺得 我要給大家另外一個省錢的撇步 我覺得很多民眾很可愛 他們真的很喜歡買成藥 譬如說他也有疲倦 他就要去買什麼 或者他覺得 餵食道逆流 我就要去買那個餵什麼什麼 擠什麼對不對 對 或廣東物藥粉之類的 或者 什麼物藥粉 還沒有物藥粉 我看 大了 比較少 太遠了 其實老實說 你說你如果真的有一些 餵食道逆流的問題 是 你去給醫生看 醫生確定了你有這個狀況 他開給你藥是非常有效藥 而且相對 會比你買那個成藥便宜很多 因為有一次我不小心去買 那成藥想說 腰胸怎麼這麼貴 對 就真的很貴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覺得 我買成藥順手買 好像方便又便宜 可是因為有些藥 你是要長期治療 如果你不去 你那算起來錢非常可觀 所以真的 有問題先找醫生 醫生幫你確定了藥之後 這樣子是最划算的 對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Yeah 我們要來看更多精彩 我們要來看更多精彩 真的 為了 我也有 我們要來看更多精彩 我們要來看更多精彩 感谢观看